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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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公布韦啊 那么作为一个视频作者 每天呢除了要录视频 剪视频之外啊 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 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啊 找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来看啊 热门的也好啊 不热门的也好啊 我都会看但是今天 我发现了一个 不一样的事迹 凭借着啊我做视频 那么多年以来的经验 告诉我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人 他会统治 中国的 互联网世界 就如果说他的影响力 再变得大一些啊 他甚至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 互联网但他现在 知名度还 并没有那么高 废话也不多说了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这个视频的一些小片段 好吧 Владricular ем Moving Three 每 dia 都 Ward 啊 像你像你像我 你们来看一下他 性感的这个 鼻毛 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 有如此性感的 鼻毛 首先你要有一个特别性感的臂毛 这个会成为你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还是做到这一句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吧 你好漂亮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把你的心 我的心 穿一穿 穿一穿 幸运场 快睡 你是最美的小公主 小宝贝 你们有她这样自然的表演的功力吗 你见过互联网上面 还有谁有比她更自然的表演的功夫吗 没有吧 这是我见过最自然的表演了 想你想你想我 然后这个呢 想你想你想我这个东西呢 这个想你想你想我 我觉得是她所有视频里面最好玩的一个部分 首先她念这个东西的口音 没有人可以做到 还有她这个表情 特别的陶醉 特别的自然 还有那两个鼻毛 哇 如果我能早一点 长出像她一样的鼻毛 我肯定要比现在要活一百倍 我跟你们打赌 我们再来把这个视频看完 好吧 宝宝们 我肯定日入千元 你们也即将像我一样 能够获得成功 你在干嘛 我好想你 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想你 想你想你想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玩的人了 真的我发誓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玩的人了 那么自然的人 你见你就笑 笑得好奇妙 我笑你笑你笑 宝贝 我命令你不要坐现在大街上 你的美会让交通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这个视频里面的鼻毛变少了 大叔 你是不是膨胀了 你都开始修剪你的鼻毛了 你都开始注意你的个人形象了 你已经变了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 不过我还是爱你的 我要继续看下去 让飞机从天上坠落 知道吗 祝各位老天新年快乐 做人不说爱 做爱不说停 哦笑你笑你 你看 一个那么大年纪的一个大叔 在这样大环境下 他可以讲出那么开放的一句话 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 我们视频先看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还一头雾水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想你想你想我 这个东西好土啊 郑国报员我觉得 你为什么今天突然来做了一个这样的视频 你到底怎么了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人去年的时候 你们可能对他人没有印象 但是他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表情包 就是这个样子的表情包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表情包 但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人突然火了起来呢 主要是因为林更新的一个视频 林更新帅哥 圣诞节快乐 想你想你想我 想你想你想我 这个视频呢 是林更新本人发的 我以后每到圣诞节 我就给各大明星 发这种视频 啊 邓超 圣诞节快乐 想你想你想我 这个视频呢 刚好让我知道了 这样一个人 然后我就呢 无聊 我就特别好奇 我就想查 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然后我去找到了一些 关于这个人的一个资料啊 那么这个人 他的这个 算是 网名吧 他的这个网名叫做 熊鹰高飞 世界大同 哇 你们想得出来这样的名字吧 我是想不出来这样的名字的 我觉得我这个 中国部位这个ID就应该换掉 我应该换成 小鸡快跑 世界不同 对吧 还跟他这个押韵了一下 没准他就可以认为一个弟弟 到时候带着我飞 毕竟林更新都发他的视频了 我在这个地方呢 看到了一个 关于他的采访 是一个2017年8月28日的一个采访 熊鹰高飞 熊鹰高飞是谁 他自称宇宙唯一神 世界大同教主 人类导师 传说中即将掌控全球的紫衣圣人 我觉得我要被杀了 当我看到这个报导 然后他自我的这个称呼的时候 我就 你觉得我之前说 这个人会统治整个网络 我说这句话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地方采访中有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和回答特别好玩啊 您认为您可能是某位 伟人的后装 这位我们的高雄 我们说他高雄 高雄的回答是 想多了 我是如来佛转世 求求你了 高飞先生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让我的粉丝多一些 播放量多一些 我求求你了 他宇宙中唯一的一个神 他能做不到这种事情吗 他发视频的地方呢 是在微信 那么我对微信的概念呢 就是聊天 可能有人通过公众号 去看他的视频吧 但是我觉得看公众号的那些视频的人 可能年纪应该都挺大的 我不管了 正在创立 并正在发展 他的世界大同教 真的不会被抓起来吗 这个样子 我已经感觉又有点奇怪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说到 如果说你要进到他这个预备群里面的话呢 你需要缴纳100元的红包 作为管理服务费 哇 只要100块 你就可以跟宇宙当中唯一一个神对话 想学习精英弟子 需要缴纳100万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次视频的原因了 你们单看一个网络上面爆红的那些视频 那个表情包 你知道这个人真正的 身份是什么吗 你们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是今天要做这次视频呢 我就是没有这100万 然后我要做这个视频 来歌颂我们的高老师 收纳我为精英弟子 我已经奉献出我的诚意了 好了啊 那么 晚上我看到这个地方啊 我看这个文章 看到开头的这一部分 我已经觉得草点特别特别特别多了 发展成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了 已经超越了那个表情和那个视频的存在 所以我想做一些视频来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人 关键是这个人呢 他应该自己心里面特别清楚 他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关键呢 还有人愿意陪他一起玩 他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看到了266个人 每个人交一百块 那就是26000 那如果说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弟子 他不忠诚 我把它踢掉啊 明天有新的这个弟子 加进来 这是不是传销了 但是呢 我觉得很多人 去加他这个群 只是为了好玩 看他这些 拙劣的表演罢了 因为我还在 网上看到一些 你 注目注意到 刚刚我给你放的那段视频里面 有一些祝某某某 生日快乐 你觉得他会 去录这个东西吗 肯定是他的弟子 要求他去录这个样子的东西的 所以他才会去录制什么 某某某生日快乐 然后发给那个弟子 那个人可能也就是图一个乐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啊 这个文章里面 带了一个 这个我们的高雄的微博链接 然后微博链接 点进去一看啊 就是你看他这个账号 熊英高飞 世界大同 然后头像是他自己的 你觉得 这就是他的微博账号 但是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发生了 微博上面呢 有两个 叫做熊英高飞世界大同的人 然后关键呢 你看啊 这个人的ID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这个人的ID叫做 圣主 熊英高飞 世界大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一个顶纸的视频 这个顶纸的视频是什么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是狗杂种 是骗子 是冒充我的 圣主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才是我的微博 圣主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才是本座任重的微博 你看他这个顶纸 我已经爱上他了 我真的已经爱上他了 OK 问题来了啊 问题来了 他这个报道里面这个微博呢 叫做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个圣主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的话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他的官方微博 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 圣主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然后发了一个视频 Diss刚刚的那个账号 说那个账号是个假的 然后那个账号又是 那个报道里面出现的那个账号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里面有文章 圣主熊英高飞啊 他这个账号呢 是有直播的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笑 王妹好 高飞你变了 高飞你变了 高飞你这个直播 你的鼻毛到哪里去了 你的鼻毛 我问你 你的鼻毛不在了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这个人叫 肯定这个人叫熊英低飞 对不对 你是他的弟弟 然后你冒充了你的哥哥 说你才是真正的熊英高飞 因为你怕 你哥爆红 然后不要你 暗杀你 这个样子 所有的经营财宝都是他的了 这个时候他要站出来 指责他哥啊 说我才是熊英高飞 但是 你没有想到 你的鼻毛 出卖了你 我们再来看一下 熊英高飞世界大同 他的这个 微博的第一个视频 这几万年有惊强 哈哈 你看他的鼻毛 他只是智子的高飞 那个人 是假的 是冒充他的 破案了 破案了兄弟们 破案了 那么关于今天视频里面的所有的内容的话呢 大家 看看就好 看就好 就不要不要去相信什么 我贴在世界大同窖 如果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 播放的平台啊 是这个微信 就是 如果说你发现有你的父母 正在看这些人的视频的话呢 而且很认真的去看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稍微注意一下了 可能会有问题了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视频的话呢 你就信到这儿啊 如果说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一个点赢 或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投一个硬币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推一个硬币出来了 你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我才是世界大同窖的教主 再见啦各位 嘿